約好一起爬山 司機按照往常一早開車來接人 台南區一會 理事長林士傑才剛出家門 把小冰箱放下來 人都還沒上車 突然一名黑男子持槍竄出 近距離朝他開槍 像兵方式一樣 雙手冷血的拿雙槍 朝林士傑連轟11槍 而且槍槍對準他的要害 直林士傑捂著頭倒下去 他還又補了幾槍 短短8秒 快速按原路折返逃逸 槍擊現場一片狼藉 隔壁民宿前的兩部轎車被撥擊 車窗被射破了好幾個洞 就連引擎蓋也被射穿了 而事件發生在台南南區的行樂路上 八號清晨五點四四分 台南區一會理事長林士傑 遭槍手連開11槍 送以後搶救不治 而槍手似乎早有預謀 五點四十一分就已經在附近 五十公尺處埋伏 等到林士傑四十三分一出門 他立刻衝到住家 在八秒內連開11槍 整個犯案過程只有三十秒 雙手火速逃逸 而當時在場的司機第一時間沒有任何反應 直到槍手跑了才報警叫救護車 而救護車則在五三分抵達 初步研判 死者頸部及胸槍重彈為致命傷 槍手在八秒內連開11槍 而且幾乎彈無虛發 根本是專業級殺手 因為檢方聲音後發現 林士傑的頸部胸槍 肩膀還有手臂都有槍傷 至少中了六槍 就是要取人性命 而嫌犯還掌握林士傑固定登山時間 能精準出現 而在場司機事發後也神隱了 警方正全力追棄槍手 TBS新聞顧守昌台南報導